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日举行即位大典 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 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 于公元1735年 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 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 猝死于元明园 死因不明 雍正皇帝在位的时间并不长 但他肯定是整个大清王朝 甚至是中国历史上 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 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 他所实行的一些制度创新 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这些影响直到今天 还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 同时在清朝的皇帝当中 雍正皇帝也是在当时和后世 挨骂最多的皇帝 是留下最多历史遗案的皇帝 在他执政的短短十三年期间 他所做的几乎每一件 涉及到个人的事情 从他继位到他死去 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围绕着雍正继位 在学术界和民间 有无数的争论和见解 做好做歹 说什么的都有 在有更新资料出现之前 恐怕永远都没有人 能够权威到 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 从雍正本人的角度 一件很好玩的事情是 我们完全无法知道 雍正皇帝到底受了多少委屈 以至于要写出一本 大义绝迷路来 全方位的为他自己 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辩护 在中国历史上 皇帝这样做 尚属绝无仅有 于是就形成了雍正年间 最为奇异的一个现象 事情是从曾经投书 岳中旗引起的 岳中旗是继年耕摇之后 最为显赫的汉族高级将领 公元1686年 即康熙25年 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武将世家 比雍正皇帝小九岁 他曾经指挥部队 在平定西藏叛乱 讨伐青海 罗布藏丹青等一系列战争中 大获全胜 因此雍正六年 42岁时 受封三等功 官居川山总督 加兵部尚书险 太子太保 并受宁远大将军印 统领截至西北诸禄大军 这是一连串极为崇高的头衔 除了年耕摇之外 还没有哪一个汉族人 能够得到皇帝的如此宠信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乃我国官场的常态 于是围绕着岳中旗 便出现了许多传言 对他最不利的一个说法 具有巨大的杀伤力 岳中旗是岳飞的后代 五百年前 岳飞对抗大金 壮志未愁 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系后代 岳中旗要继承先祖岳飞 还我河山 痛饮黄龙虎的遗志 将大清朝赶回到东北的 冰天雪地 深山老林里去 这些传言 令岳大将军心惊胆战 寝食难安 当时就有许多汉族重臣上书皇帝 认为岳中旗不可深信 据皇帝说 类似的书信装满了一箩筐 偏偏不久前 雍正五年六月 有一个疯子 在成都的繁华街市 狂歌而行 大叫说岳公爷将带穿闪大军造反 成都四门已经掌握在秘密组织手中 将同时发难 见人就杀等等 一时间 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 岳中旗劝雍正皇帝修德 惹恼了皇帝 皇帝要招他进京 削夺他的兵权 就像当年岳飞 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 最后冤死在蜂波亭一样 而岳中旗 汲取了祖先的教训 忠义爱民 肩不奉兆云云 传得会声会色 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这些传说 使岳中旗心惊肉跳 苦不堪言 谁知却打动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 这位秀才就是曾敬 曾敬是湖南永兴县 普潭村的一个教书先生 他听到这个消息后 立即行动起来 派遣他的学生张希前往西安 投书岳中旗 准备和他一起共图大业 推翻异族统治 恢复汉家衣冠江山 永兴县普潭村 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的万山丛中 道路崎岖难行 是个人际罕至极为偏僻的穷乡僻壤 雍正皇帝的种种劣迹传闻 岳中旗大将军 与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的说辞 能够穿透皇家 灵池灭族的天罗地网 跨越千山万水 达于此地 并激起一位山村老学鳩的万丈雄心 可见我国到处藏龙卧虎 且自古以来 信息传播技术便极为先进 效力惊人 看来要想制止这种信息传播 仅仅依靠灵池处死 超家灭族还远远不够 需要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 和掌握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才行 岳中旗看到那封投书 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 其中谈到雍正有十大罪恶 一 谋父 认为雍正为夺地位 毒死了康熙 二 逼母 认为雍正逼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杀 原因是 他的妈妈更喜欢雍正的 同胞十四弟印针 三 世兄 前太子殿下印仁死于雍正二年 是被害无疑 四 除地 黄八子印刺 黄九子印堂 使雍正直使人杀死 五 贪财 说雍正贩卖粮食发财 六 号杀 七 续景 八 银色 说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嫔收为己有 九 怀疑朱宗 指的是雍正杀死年耕摇龙科多苦 十 号于任命 喜欢重用溜须拍马之人 在曾经的笔下 雍正无疑是 即古今昏君猎行之大成的 超级暴君和坏蛋 因此导致天震地怒 鬼哭神嚎 大清朝马上就要垮台 曾经谴责月中旗 背弃先祖之志 效忠满清 名声大损 臣子选择君主 就好像女子选择丈夫 饿死是小 失劫是大 他忠告大将军 现在唯有顺应天下之大事 推翻满清 才能保住千秋名节 月中旗一面火速报告皇帝 一面开始审讯投书人张希 为了把自己摘干净 他特地请一位满足高级官员 在审讯室边上的暗示里旁听 不料那张希忠贞不屈 不管月中旗怎样威胁利诱 恐吓打骂 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师的 真实身份与来历 经过三次审讯 甚至被毒刑拷打的死去活来 也没有吐露一丝口风 最后月中旗告诉他 前任的大将军 就是被人引诱着犯了罪 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所以不能不防 如今看他这样视死如归 自己这才放下心来 可以相信他 据说月中旗流着泪告诉张希 他老师的信 说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里话 自己决定甘冒风险 和他们师生共举大事 然后在张希的坚持下 月中旗对天蒙事 发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 永不向任何人 泄露他们之间的机密 就这样 张希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形 一股脑地告诉了月中旗 就此曾经投书一案 宣告侦破 地方官员们 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 很快将最要紧的几个案犯 一网打尽 随着被牵连进来的人数的增多 侦查范围 也迅速扩大到了几乎全国各地 最后 查来查去竟然发现 那些关于皇家龌龊式的信息来源 居然来自北京 来自被皇帝陆续修理过的亲兄弟 官员们报告皇帝说 曾经有一批从北京流放到广西的罪犯 全部是黄八子印四 皇九子印堂等人的亲近人士与太监 他们在皇帝的两位弟弟获罪幽禁后 便被判罪发配边疆冲军 这帮家伙成了皇帝丑闻的宣讲团 在长达几千华里的流放路上 走一路宣讲一路 据说一旦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镇村庄 他们就大声呼喊 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 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大家 好让更多的人知道 他们只能判我们的罪 岂能封住我们的嘴 于是皇帝如何改造篡位 如何毒死父亲 逼死母亲的特大新闻 便迅速传遍四面八方的租国各地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 看着逆书惊讶落泪 做梦也没有想到 天下人是这样在谈论自己 他采用了一个极少见的方式 来处理这件事 他一条一条的批驳 曾经给他列举的十大罪恶 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誉 皇帝书写的批驳文章 曾经的口供 和曾经被皇帝改造好后 写的忏悔录归人说等等 全部编辑到一起 取名为大义绝迷录 勘印成书 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 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认真学习 领会其精神实质 若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读过这本书 就要将该省府周县的教育长官 从众治罪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 将曾经张希师生二人免罪释放 此时在雍正的教育下 曾经已经幡然悔悟 痛改前非 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给皇帝名声造成的损害 他在归人说里谈到 汉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过许多圣贤 如今已经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 因此圣人只能产生在异地 大清朝历代皇帝的作为 表明了圣人异地而生的道理 雍正皇帝就像摇顺再生 实在是个好皇帝 至孝纯人 受位于康熙 一举兼顾 传子与传贤 两个伟大传统 再加上皇帝勤政爱民 是当今圣贤古义 于是皇帝决定 让这位曾经到南京 苏州 杭州 去宣讲大义绝迷路 让他的学生张希 到陕西去宣讲 然后各自回老家的衙门报到 随时听后指示 皇帝采取的另外一项措施 就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 宣讲团成员全部 在新考仲的进士当中选拔 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 去做宣讲 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 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这两天 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绝迷路 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 这种宣讲插亮了人们的双眼 极大的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 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 今后自己绝不会再轻易上当了 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 加大宣讲力度 还有的臣子 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 比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他自己的心得体会时 就很感动地表示说 捧读圣誉 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 自己还感到很惭愧 不是为了一个增进 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 如果不是有大智慧 大光明 无我无人 为忠为正 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 臣子们的这些报告 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 雍正皇帝死后 俄尔泰又全力帮助 乾隆皇帝销毁大义绝迷路这本书 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时代不同了 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 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受此千年的其他人们 可就没有增进师徒那么幸运了 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 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大学者 名叫吕刘良 是浙江石门人 他援引圣贤的教导 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意 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 康熙十八年 开博学洪儒科时 他也在举荐的名单上 但誓死不去参加考试 为了避免受到纠缠 他索性消化为僧 出家做了和尚 曾静对这位吕刘良特别崇敬 在他的思想中 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 专门前往吕刘良的故乡 拜见他的后人和学生们 希望大家协力同心 实现老夫子生前的遗愿 这是一些手无腹肌之力的书呆子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慷慨激扬一番还可以 想看大清朝出扬相也是真的 但若论起干点什么 却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 令张熙失望之余 可能还有点瞧不起他们 如今他们全部被牵连进来 吕刘良及其儿子已经死了 但他们还有家族 亲人 后人 学生 学生的学生 朋友 刻印过他的书的人 购买和收藏他的书的人 还有他的追随者 崇拜者 譬如有相当高级别的政府官员 供奉着女流粮的牌位等等 于是已经死的人 要掘出他们的尸体 把他们的尸体再杀死一次 活着的人 除判处死刑 一级执行者外 大体受到了秋后处死 抄家为名 刘沛千里 萧执罢官等处分 人数众多 不一而止 就这样 曾经的一个白日梦 带出了一个吕刘良 大文字欲案 又由此扯出了 无数的小文字欲 纳兰信德的老师 曾经备受 康熙皇帝恩宠的徐前学 此时早已作古 他的儿子名叫徐俊 这是一个骄狂爆裂的高干子弟 年轻的时候 这小子曾经给自己的老师下毒 害死了折罚他的诗俗学究 这个人曾经作诗一首 诗中有个对偶句 说是明月有情 还顾我 清风无意不留人 我国文人对于那些清风明月 已经伤感惆怅了几千年 现如今很快被人举报 给这个老掉牙的俗套赋予了崭新的政治内涵 举报者认为 徐俊他 思念明朝 不念本朝 出语诋毁 大逆不道 雍正皇帝同意这个判断 按照大不敬罪 将他斩首 这就难怪了 后来有人写诗说 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倒还真把那陈诗烂调写出了一点心意和情取 随之 大清朝的皇帝面对着这样一连不错的家具 看来看去 愣是从中看出来 这两句诗是在嘲笑大清朝皇帝没有文化 于是把这个倒霉的诗人杀死了 沈再宽是吕流良学生的学生 曾经作过一首诗说 路沉不必游洪水 随为神州里旧江 他还操录了一位叫黄补安的文人写过的两首诗 文说深山无甲子 可知雍正又三年 如今沈再宽被皇帝下令立即处死 黄补安已经死掉了 他的家人妻子发配给功臣家中为奴 父母 祖孙 兄弟全部流芳二千里 对于沈再宽教过的学生们 皇帝念在他们尚且年幼的份上 姑且饶过 在这风雨如悔 鸡鸣不已的时刻 偏偏有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上 让已经很辛苦的皇帝不能赏心 譬如杭州有一个叫陈泉的人 自称是读书人 也捐了一个秀才公民 此人属于那种满嘴跑舌头 特别能忽悠的混乱 他本来靠给一个算命先生 作托为生 听了大义绝迷路的宣讲后 忽然认定那个张希是自己的铁哥们 在杭州就是自己陪着他逛街来 几天后 他的事迹又升格为 自己经常和吕留良的门下切磋诗文 如今他们都栽了进去 多亏自己精明过人才拖出法网 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中 此人自我感觉极佳 忽一日 官府前来拿人 他不退返进 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 接待过曾敬 两人彼此惺惺相惜 英雄爱英雄等等 经过反复侦询 最后官府认定 这思是想以此扩大自己的知名度 虽割去他的功名 给他带上一面大号枷锁 交给他的父亲管束 从此不准他走出家门 这样的事情 虽然令皇帝哭笑不得 却也不会过于为此劳使 另外一种情形 则更加令人欲说害羞 还是在浙江 有一个读书人齐周华 出身名门 他速来崇敬吕刘良 听到大义绝迷路的宣讲后 认为自己有话要说 偏偏皇帝也下诏 让大家直言无妨 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痛斥曾敬 认为向曾敬犯了弥天大罪 都可以得到皇帝宽容 为何不能施恩于 吕刘良等受牵连的人呢 他觉得浙江人 比湖南人好多了 至少浙江没有人跑到西安 去向川山总督投书 因此如果皇上允许 他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 为吕刘良遗属中的 年轻一代担保 保证教育他们 绝不反清 视为大清良民 当时各级官员 谁都不敢替他 把这奏折送成皇帝 于是这位读书人 千里迢迢的自费来到北京 直奔刑部大堂 刑部官员 也没有人愿意 去触这个眉头 告诉他说 他的折子 应该由浙江最高教育长官 负责成帝 倒霉的齐州华 只好返回杭州 来找浙江学政 省教委主任 结果当场就被教委主任逮捕 下进了大牢 一直关到了老皇帝驾崩 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在销毁 大义绝迷路的同时 下令将曾靖和张希 抓回北京 凌迟处死 消息传进监狱 齐州华大喜 在日记中写道 实在是太痛快了 可惜吕刘良的子孙 还没有平反照许 偏偏事情还没完 据高阳先生 在清代的皇帝 一书中介绍 乾隆皇帝 改元大赦天下 出了监狱的齐州华 号称看破红尘 赴武当山修道 三十多年后 他竟然又思念红尘 回了老家 他的叔叔 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文学士臣 退休在家多年 齐州华去叔叔家探亲 有人恶作剧 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 上面写道 僧道不许烂入其府 齐州华 以为是叔叔指使的 大恨 随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状 并告发叔叔 暗中与吕刘良一案有千年 报告 一直送到了皇帝案头 皇帝认为自己很了解 齐州华的叔叔 相反 这齐州华揭发信中的狂辈之言 倒很是令人讨厌 于是 只是把齐州华的叔叔革职 却下令将齐州华凌迟处死 其子孙充军黑龙江 那曾经与九泉之下有之 不知是否也会大呼 实在是太痛快了 就这样 由曾经投书案牵连出的 吕刘良文字语案 一直到三十年以后 还在鱼音鸟鸟 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 下面这件事情 才称得上是世纪一案 其错综复杂的程度 大约可以超出任何武侠 或推理小说作家的想象力 只令今日之历史学家 还在大费笔墨唇舌 据说在吕刘良案的 大抄家行动中 吕刘良的一个孙女 名叫吕四娘 侥幸漏网 从此她隐身江湖 拜高人为师 学会一身绝顶武功 有民间传说认为 这位吕四娘貌美如仙 她所拜的师父 曾经就是雍正皇帝的贴身侍卫 属于顶尖级的大内高手 吕四娘学成后 化名混进宫中 将皇帝迷的神魂颠倒 四娘随趁机将她的脑袋割了下 这是关于雍正处死之谜中的解说之一 根据这种说法 清晰陵中 太陵棺材里的雍正是没有脑袋的 或许将来有一天的考古发掘 会予以证明 如今孤望停止 雍正皇帝死后一个多月 他的儿子乾隆皇帝 积极下令 先是停止每月两天的宣解 然后严令将所有大义绝迷路 统统收回销毁 当时的命令很严厉 凡有胆敢私藏者 将是灭族的大罪 这样一来 本来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破书 突然变得无比宝贵 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 把它偷偷收藏起来 后来有人觉得放在国内不安全 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里 带到了旅送日本等地 从此一本从里到外透着龌龊的烂书 风靡海外变得身价百倍 并确实具备了无以伦比的史料价值 二百多年以后 有一位美国的汉学家 带着业余的微笑评论说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招错棋 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 就能澄清事实 谣言自灭 而子孙后代也会因为他的坦荡诚实 而遵宠他的英明 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 而早已将这位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 另一个皇帝相信 只要将大义绝迷路荡敌干净 就能让父皇英灵以此安息 然而天下云云众生就是怀疑 毁书的唯一理由 是因为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 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历史学家石景谦 继续写道 面对这样一个错终复杂的局面 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明的努力 恐怕得父之东流了 而想以禁书毁书的手段 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 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 即便如此 像雍正那样摆弄自己同父异母 甚至异母同胞兄弟的势力 也还是不太多见 雍正皇帝印针排行老四 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在雍正的二十来个兄弟当中 除了他的十三弟任祥 十六弟任路 十七弟任李三人 受到了不错的对待之外 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 有时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印氏 早在康熙活着时就被幽禁起来 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 他的二哥印仁是前太子殿下 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宫 后来被雍正移居 幽禁到山西齐县郑家庄 雍正二年死去 有人认为他的死与雍正有关 成亲王印旨是雍正皇帝的三哥 他的遭遇最能表现他的皇帝弟弟的 阴狠残忍 从史料中看 印旨似乎没有太大的政治欲望 是一位相当出色的学者 康熙朝的大文化工程 如古今图书集成 就是他主持编修的 为此 康熙皇帝对他很是心情 为此 雍正的心理可能特别不舒服 印旨对废太子很好 并在老大印氏 衍圣太子时予以揭发 保护了太子 为此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雍正修理自己的三哥时 是从他的两位重要助手身上下手的 这两位助手 一位叫陈孟雷 一位叫杨文言 他们二人可能是当时最优秀的学者 杨文言精通天文立算与数学 达到的程度 大约还在康熙皇帝之上 但是他们两个人都很倒霉 因为他们先后撞上了 两个不是东西的人 前一个是他们惹不起的 备受康熙皇帝宠信的大学士 李光帝 后一个则是他们更惹不起的 雍正皇帝 陈孟雷与李光帝是十变同乡 又是同年康熙九年 一同考中的季 考中后一同选 地国官场最探重的人脉关系 同乡同年同世 他们都具备 因此结成了亲密的通家之好 他们在一同请假回福建探亲时 偏偏碰上了三番之乱 耿京中胁迫陈孟雷参与叛乱 并招赖本省的知名人士 此时 陈孟雷的密友杨文言 也深陷耿京中叛军之中 李光帝从老家来到福州时 对于是否响应耿京中有些犹豫 陈孟雷 杨文言二人 立劝他脱身回京 并秘密策划了一个击败耿京中的计划 让李光帝想办法带到朝廷去 李光帝按照他们说的作案 结果朝廷军大获全胜 李光帝由此受到康熙皇帝的特别赏识 并被迅速提拔 成为皇帝身边的进城 谁知此人当了大官之后 却坏了良心 一个人独吞了那件大功劳 并在耿京中失败后 不为陈孟雷 杨文言二人辩冤 导致二人身陷牢运 为此陈孟雷写了一篇著名的绝交书 石李光帝虽在皇帝那宠心不衰 却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成了康熙朝著名的伪道学家 此后康熙皇帝爱惜陈孟雷和杨文言的才华 将他们重新启用 派给皇三子印旨做注释 帮助他编较古今图书集成 雍正皇帝继位后不久 为了打击印旨 把以前的老杖翻腾出来 再次罗知罪名诬陷陈孟雷和杨文言 导致两位古兮之年的老学者 老科学家再次蒙冤受虚 随后罗知了一些极其可笑的理由 将印旨发配到尊化 为康熙守灵 不久将他削夺爵位 幽禁于景山永安亭 雍正十年印旨在幽禁中死去 雍正的八弟印四是雍正最为记恨的一个兄弟 他被削夺了爵位后 由四哥雍正皇帝被他改名为阿奇纳 有学者认为这是猪或肥如猪的意思 有人认为是不要脸的意思 还有国外汉学家根据满洲习俗认为是冻死的活鱼之意 不知道在满族习俗里冻死的活鱼这玩意儿代表了什么意思 目前尚没有权威的说法 这条冻死的活鱼被雍正幽禁后可能受了不少罪 死后很多人认为是雍正谋杀所致 印堂是老九 雍正最为痛恨的弟弟 原因是他坚定支持巴阿格印寺 雍正替他这个弟弟改的名字是塞斯黑 有人认为是狗或者贱如狗的意思 也有人认为也是不要脸之意 目前同样没有权威的解释 他死时壮极痛苦 人们普遍认为是被雍正毒死的 印珍是老十四 是雍正义母同胞的弟弟 起初他支持巴阿格印寺 不喜欢自己的亲哥哥印珍 后来康熙皇帝任命他为大将军王 派他带皇帝御驾亲征 去平西西藏青海地区的叛乱 很多人包括印珍自己 也包括今天的学者认为 康熙皇帝准备让他建立功勋威望之后 继承皇位 雍正皇帝在大义绝迷路中 是这样驳斥这种说法的 康熙晚年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知肚明 印珍远征之地距离北京数千华里 往返一次至少要一个月以上 康熙没有可能在临死前把要继承皇位的人派到那么遥远的地方去 印珍富有才感 威信也很高 雍正继位后 他始终不买雍正的账 据说他们母亲的死就与老太太对他的疼爱和为他不平有关 对于这个亲弟弟 雍正还算手下留情 一直将他幽静在那留下了他一条性命 乾隆继位后被释放出来 并恢复了所有福利待遇 这些人伦惨剧的形成有制度上的原因 有政治上的需要 也有个人品性上的因素 各方面交互作用 使我们应该懂得一个特别浅显的道理 人性常常是靠不住的 需要有效的监督与制约 仅仅靠三字经中骗小孩子的性本善之类愿望 或者孔梦之道 提倡了数千年的圣读之类道德说教 是治理不好一个现代国家的 一个好的制度 必定应该是一个惩恶扬善 使人不敢也不能作恶的制度 必定是一个让英雄有用武之地的制度 必定是一个作恶之后要受到惩罚的制度 从现如今对于雍正的赞美声中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人要走的路可能还很漫长 除了这些皇家兄弟们之外 说其大清帝国功高权重的知名人士的死 大约就要算福远大将军年庚瑶之死 最为富有戏剧性 青史稿中评价年庚瑶史说 此人才气凌厉 从其一生刑事判断 这位福远大将军的确够得上是 文武双全才气纵横 年庚瑶出身帝国高级官宦之家 他可能有许多种方式为官为患 如恩恩 剑局等 但此人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 参加科举考试 硬是一举高中进食高地 从此顺风顺水地走上了仕途 在康熙的诸多皇子中 老四 后来的雍正 并不是那么受人待见的 因此在相当长时间里 该人似乎从来没有能够 深登大宝的迹象 以至于他最重要的一个谋臣 甚至沮丧地建议 未登基前的雍正 想办法把自己安排到台湾 去做地方长官 以便形势不好时 可以把主子四阿哥印针 接到那里去避难 在官场上上升速度很快的年庚瑶 怎么会投身这位四阿哥 看准了他来烧冷灶 是一个很难找到确证的谜 有一种说法认为 就是因为年庚瑶投靠了四阿哥 才在这位皇子的宝举下 一路青云直上 这种说法有他的可疑之处 显然年庚瑶不是那种 只会拍马屁 靠人际关系或裙带关系 才能混迹江湖的萧小之辈 此人一生多多风浪 没有真本事 是很难在那么多风浪中 屡屡过关斩将 从而功勋卓著的 青史稿中记载说 康熙年间 年庚瑶在四川围观时 处理突发或紧急状态时的举措 很受康熙皇帝的赏识 一路晋升为四川巡抚 更加不同反响的是 因为年庚瑶志势明明 康熙皇帝建于巡抚没有都兵权 特别因人设职 专门为年庚瑶设立了四川总督一职 让他担任总督 监管巡抚事宜 康熙不是一个糊涂皇帝 很难想象他会因为儿子的影响 做出这种安排 除非在一种可能性之下 他存心要为这个儿子 培植势力才会这样做 否则这种可能应该是微乎其微 康熙去世前后 年庚瑶在川山总督的岗位上 可能为雍正顺利继位 做出了绝大贡献 原因是 当时皇十四子印针是大将军王 正在青海用兵 而年庚瑶的位置 恰好卡住了他的咽喉 使他在有形和无形的行格示尽之下 几乎没有可能对雍正形成什么威胁 四年 年庚瑶受雍正重用 取代皇十四弟印针出任大将军 西北用兵之军政大权进入其掌控 在那一段岁月里 年庚瑶的军政才华被尽情释放出来 他收发随心 每战必胜 称得上用兵如神 终于大获全胜 以至于雍正皇帝兴奋的简直有点有如伦次 他情不自禁地把年庚瑶称为自己的恩人 要求子孙后代 世世代代牢记年庚瑶的丰功伟绩 不但朕心以倦家讲 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 当共清心感悦 若稍有复心便非朕之子孙也 稍有一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可惜和我国历史上许多性格强悍之能臣猛将的命运一样 年庚瑶在令人炫目的人生事业巅峰上 待的时间实在太过短促 他遭遇到的问题已经困扰了我国政治数千年 他没有可能一边率领千军万马 出入于血肉横飞的战阵 一边还能寻寻如也 保持着满口仁义道德的谦谦君子形象 雍正二年十月 年庚瑶回到北京觐见皇帝 受到隆动而同高的表彰 可能就在同时 雍正皇帝已经下定了收拾他的决心 十一月 在回任的路上 年庚瑶收到皇帝发来的一份预旨 话里有话地警告他 若已功造过 必至返恩为仇 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三个月以后 雍正三年二月 天空上出现了日月合璧 五星连珠之天象 被认为是大吉大利之征兆 对于年庚瑶来说 却成了真正的恶兆 他和众臣一样 给皇帝上课表 结果把赞美皇帝历经图治的 招前西涕写成西涕招前 雍正认为这是有意不敬 他说既然你不想把招前西涕许给我 那你的青海之功是不是许给你 我还没一定呢 四月 皇帝下令免去年庚瑶总督一职 交出福远大将军印 调任杭州将军 九月 命令将年庚瑶逮捕进京 十二月 众臣认为年庚瑶犯有九十二款大罪 请求将他立即处死 以正国法 雍正皇帝不忍处死 恩赐年庚瑶自尽 就此年庚瑶家破人亡 龙科多的死和年庚瑶有某些类似的幸福 龙科多是同国为的儿子 从亲族关系上 他既是康熙皇帝的表弟 又是他的内弟 因为龙科多的姐姐 是康熙皇帝的孝仪人皇后 雍正皇帝幼小时 曾经由孝仪人皇后抚养 因此雍正皇帝称呼龙科多 为舅舅 康熙皇帝晚年 龙科多担任副军统领一职 时间长达十一年 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职位 相当于首都警卫部队的最高首长 紫禁城等皇家要地的警卫工作 全部由他辅助 康熙皇帝经常将一些极为机密的事项 交给龙科多 表明对他的特殊信任 康熙皇帝临死时 只有龙科多在场 他一个人代表皇帝宣布了雍正继位的遗诏 因此许多人认为 是他篡改了康熙遗诏 扶持雍正登上地位 因此雍正继位后 龙科多立即成为最为显赫的新贵 与大学士马其一起总理帝国事务 龙科多与雍正皇帝的蜜月期 大约也只有两年时间 到雍正三年初 他的部军统领一职被解除 当年在收拾年羹摇时 雍正顺便把龙科多一起修理了一番 皇帝警告他 各以警惧 勿自干诛命 你们要老实点 不要自己找死 两年后 雍正五年 龙科多被捕 群臣审议出41款大罪 其中的一些罪名 比加给年庚遥的还要可笑 但只要皇帝认可 就自然成了真正的罪恶 最后 雍正皇帝仍然不忍杀死他 下令在畅春园边上 盖了三间小房 将他永远禁锢在那里 第二年 龙科多在禁锢中死去 死因不明 其实龙科多和年庚遥一样 他们犯的最大错误 就是离皇帝太近 有一句西方艳语说 知道隐情最多的那个人 就是最该死的人 事实上 年庚遥和龙科多 就是这样走上死路 温森教授在谈到 雍正皇帝时候认为 康熙皇帝的这些儿子 都很没有教养 唯独雍正皇帝 在治国上天之独高 他好名图治 于国有功 上天保佑大清 使大业偏偏落到了他的手里 教授认为 雍正皇帝不思维 像唐太宗一样 逆取顺手也 在某种意义上说 这种说法或许是有道理的 雍正皇帝可能是中国历史上 最勤奋的皇帝之一 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 与善政的皇帝之一 是对后世中国影响最大的皇帝之一 同时由于上面所述 和下面将要看到的原因 在清朝的皇帝当中 他也是在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 雍正在位13年 有两项特别重大的制度创新 其中一项制度创新是 定火号加养联 通俗地解释起来就是说 过去官员们 鱼肉百姓是巧立明目 暗中进行的 譬如今天的各种回扣付加费之类 现在要把这些明目 画案为名 变成官员们的养联银子 将各种不合法的付加费们 合法化 使得官员们 极为有效地合法增加了收入 可是令为数不少的官员们 感到不舒服的是 这些回扣付加费 画案为名之前 如果狠狠心 再加上手段辣 本来是可以拿到更多的 如今却没有了名目 只能拿到有限的养联银子 这未免使当官少了许多乐趣 于是他们嘴里 也就很难听到什么好听的话了 当时有康熙朝有清官 雍正朝无清官一说 意思是说 康熙爷在时 虽然有巧立明目的衣冠禽兽 却也有洁身自豪的清官 如今没有巧立明目了 却也没有清官了 过去清官们还能造福一方 如今老百姓却要一体遭受搜刮了 从后来发展的情况看 大清朝中后期帝国官员 贪彰枉法的程度并没有减少 与以前历朝历代比较起来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证明在帝国制度框架内的散展腾挪 已经失去了效力 不管当时看起来力度有多大 康熙在位时 官员们大量挪借公款 成为国库中的呆坏账 雍正采用霹雳手段 予以清理 为此可能逼死了不止一两个 各级各类官员 雍正整次励志的努力 及其力度 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因为这种种原因 当然使那些掌握了话语权 又心理龌龊的师大夫们 不会说他什么好话 他的另外一项重大制度举措 则是拼地丁 停边审 通俗的讲就是贪丁入母 或者叫地丁合一 也有人把这种措施解释为 是官身一体当差 一体纳粮 这项政策是在公元1723年 也就是大清 雍正元年开始推行的 实际上是从康熙时代的一项 重大治国政策当中 隐身和发展出来的 公元1712年 也就是大清康熙51年 康熙皇帝发布了一项 重大国事宣言 宣布从这一年开始 资生人丁永不加富 在当时和后来的时代里 这项政策被看成是一项 极其伟大的善举德政 九年以后 雍正皇帝继位已死 便在这项政策基础之上继续完善 开始实施贪丁入母 把在中国实行了至少1500多年的人头税 正式取消 改为填母税 在制度层面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却也把官僚斯大夫阶层享有数千年的一项特权剥夺了 那就是过去由普通老百姓承担的谣逸 如今根据官身拥有的田地数量也要一起承担 毫无疑问 这是一项极大的善举和德政 是不需要任何怀疑的好政策 这项政策应该毋庸置疑地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 缓解了人民的痛苦 同时 它也势必加重了官僧们的负担 有效地加剧了斯大夫们的痛苦 这项制度的另外一层深意是 至少在经济或者叫财政赋税这个层面上 它有效地将普通老百姓和官僚斯大夫们 拉成了一个平面 在皇帝面前 他们变成了人人平等的一群 显然这项制度变革 不可能不受到斯大夫们的切齿痛恨 中国斯大夫阶级没有受过我爱无私 我更爱真理的训练 因此 在这批掌握了话语权的人们口中 要想听到关于雍正的好话 自然是不太容易了 马克思认为 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承担思严 人为的因素 使这个过程变得极度忧深曲折 使令人敬畏不已 不可不察 于是上述一切就这样 最终形成了在历史拐角处的雍正悲论 但是不管怎样 假如有所谓康前盛世这回事的话 有意将雍正去掉是不公正的 表现了斯大夫们心里的阴暗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这样说 没有雍正的努力 就不会有所谓康前盛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